大家好 现在我们上新给女迪士特的第29课这个beauty 那么上这个29课以前呢 我呢还想呢对这个上次讲的这个补充的 28课的补充啊 我呢还想再补充一下啊 因为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呢 关于这个关于这个flow一样啊 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对不对 那么那么我们呢都是从这个flow呢 从它是过去风词的这个角度来讨论的 对不对 那么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这里呢补充说明一下 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啊因为这个字典上面啊 这个flow啊 除了他是那个fly的那个过去风词以外 这个flow啊还有一个做形容词的 这个flow做形容词啊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跟fly也没有关系的 他这个flow做形容词这个这个字典上面解释叫什么 叫 field to excess 啊 sorry field to field to excess 这个解释 那么他呢是古语 archaic 他的他的注解里面 是一个叫archaic arch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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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aic我忘了怎么拼了 我们现在不管他 好像是这样拼的 archaic archaic好像这样拼 那我们不管他 archaic怎么拼的 拼错了 不管他啊 archaic大家明白了 就是古语啊 他那个flow啊 在古语里面 他做形容词啊 他的意思是叫field to excess啊 那么 那么当时呢 我查的时候呢 我看到过这个注解 那么我呢 当时就认为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古语嘛 现在已经不用了 对不对 而那个英文已经不用了 那么 那么而且呢 这个field to excess呢 就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当时我就不讲 后来呢 我再仔细考下 诶 有这个可能啊 他这个地方用的是古语的 这个意思叫field to excess 什么叫field to excess 他就是塞得太过分了 那么这个小鸟 这个flow 这个羊啊 那么他这个作者 是会不会有这个意思啊 因为这个小鸟 他这个父母亲 很宠他的 然后不停地给他吃啊 然后他呢 就是好像是给他吃得太饱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诶 我后来想想 倒是很有这个可能性的 明白吗 因为 因为他这个叫field to excess 那么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 这个flow呢 就是一个正宗的形容词了 他跟这个过去分词 就没有关系了 他不是这个fly的过去分词了 他就是一个形容词 是叫field to excess 那么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是古语 那么这个古语呢 这个好像 好像这个 这个作者啊 这个作者 他里面有防骨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我就有问题 这篇文章你看啊 他这里有 it ties not 看到没有 这个ties not 就是防骨的 对不对 既然他这篇课文里面 前面有一句是防骨的 那这个 他这个形容词啊 这个flow啊 他可能就用了是古语了 那么用了古语 那么 那么用了古语以后呢 做形容词呢 你是他 他的意思是field to excess 这个呢 倒也能解释得通 这个呢 就说明什么 说明那个燕子爸爸妈妈 对于他的小孩 很宠啊 就跟人类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个羊啊 他都给他吃得很饱啊 不停地给他喂啊 那么他好像晒得太过分了 有没有这个味道 也是一个可能性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明白了 关于这篇文章啊 二十八课啊 他这个flow一样啊 这个里面的flow啊 我们发现了 有现在有三种可能性 那么尽管第三种可能性呢 我一开始就认为不太可能 人家网上讨论的时候啊 也好像也没有人提出来 这个field to excess 因为这个field to excess啊 这个古语啊 古语的用法 有的字典上面啊 是查不到的 明白吗 所以 所以 没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啊 我们看看这个archaic archaic是这么平的啊 那么 那么 很多 现在没人提啊 那么我呢 查到一本字典了 我呢用的是这个 free online dictionary 它里面呢 比较全的 它里面就有这个解释 古语啊 这个是archaic的 古语的用法 叫field to excess 那么 好 那么有三种 对不对 至于这三种 我前面说过了 到底是什么 是一作者的意思是哪一种 那你得去问作者 啊 那么 那么那个作者呢 我想呢 应该早就去世了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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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 这个这个书 他是1946年出版了 对不对 那么那个时候 他已经出书了 已经可能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了 那到现在 那作者早就没了 好 那么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风龙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跟他说呢 只能是说可能性了 对不对 说老实话 任何别的人啊 哪怕他水平再高 他提出那时候 有这个可能性 也只不过一种可能性 对不对 啊 因为这个里面没有 现在已经找不到绝对的了 至于他这个 这个这里的 福龙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还还真的 只有作者他自己知道 他写这个句 这句话的时候 他人原来意思是什么 啊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啊 这个这个就就就有意思了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那个 莎士比亚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作品啊 莎士比亚作品里面 这种情况就很多 啊 就是 现在的人就根本就不知道 到时当时 这句话 现在这句话在在着 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啊 这个单词什么 到底什么意思 啊 每个人都有看法 那么 也跟现在这个情况一样 对不对 你要真正知道 你要问莎士比亚 哎 那莎士比亚没了 那就死无对证了 啊 好 那么 这个呢 我想呢 今天讲到这里呢 已经差不多了 对不对 已经很全了 我把这个古语翻出来了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古语翻出来呢 因为这篇课文啊 他有这个防骨的用法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哎 这个在哪个用了一个古语的这个形容词 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我后来我想还是还是讲一讲 对不对 前面我不想讲 我想这个好像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这现在呢 讲了以后呢 那么呢 我们把这个佛龙啊 这里的佛龙一样啊 这个所有的佛龙的意思 这个可能性啊 我都给同学们讲了 对不对 那么 供同学们参考 到底是什么 同学们自己定夺 对不对 我也没有观点 这个东西 不是我 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作者到底什么意思 照我的意思啊 我的感觉啊 照我的感觉啊 好像 这第三种意思啊 Filtre Access啊 是最有可能性的 因为这个佛龙这个过 你如果说它是Fly的过去峰值的话 它这个本身就是这个过去峰值 就搞不清楚 就很含糊的 一般的如果写文章 它可能会避免的 但是呢 它如果是一个形容词 Filtre Access啊 那就应该很清楚 因为这个形容词是没有疑问的 只不过呢 它是一种古语形式 那么 那么这个问题 我记得这里啊 这个archaic的这个词啊 防骨啊 那对于我们 非那个非英语母语的那个人来说啊 好像这种东西看的比较重 好像防骨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也不去学了 对不对 但是对于英国人 他母语来说啊 好像他对他来说 有可能这个防骨啊 对于他来说 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明白吗 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就是说 对于他母语来说 我们认为那个字典上面写的这个古语啊 可能那个英国人 他 他并不认为他是古语啊 他觉得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 比如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中文啊 我们中文里面有古文啊 比如说那么三字经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对不对 里面有很多讲法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 那么那么 那么如果你一个外国人 学学这个中文的话 那么我们那个注解 给他的注解里面 可能是这个也是防骨 古文 这个是古文啊 比如说是孔子的写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老外说啊 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用了 对不对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哎 我们觉得那个孔子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还在用啊 虽然他的语气啊 古了一点 古是古香了一点 但是我们还在用啊 对不对 这个问题啊 那么英文呢 倒过来也一样 跟我们一样 类似的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不多啰嗦了 那么我们现在讲 二十九课 我发现这个问题啊 Beauty啊 A young man sees the sunset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rouses in him concludes that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the moments of intense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in some way higher and though the gleams are blind and dazzle yet do they convey a hint of beauty and serenity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or imagined greater too than we can describe for language which was invented to convey the meanings of this world cannot really be fitted to the uses of another that all great art has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in some moods nature shares it 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a bluer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it does not a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beauty a vision which passes before it is before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undeniable longing and regret but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and if a vulgar flare admit the cool radiance admit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and existence and empty life braying across the mysteries if these intimations if these intimations of something 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or whimsie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if in the worl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if we glimpse the unutterable it is unwise to try to utter it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p beauty in terms of our human beings is meaningless 好 那么 同学们 这一课 这一课 是 哲学的 有关于哲学的 讲美的 那么 像这种文章 就有难度了 对不对 倒不是 它的单词 或者是 它的句子难 它的理念 是难的 它这个哲学 概念很难 对不对 那么 像这种文章 像这种文章 我以前说过 像这种文章 你哪怕 有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能碰到 哪怕 这篇文章里面 你所有的单词 都认识 你所有的句子 结构 都知道 你还是看不懂 这个哲学 比如说黑高的哲学 谁看得懂 德国人 你也看不懂 黑高写的东西 谁看得懂 没人看得懂 可能他自己也不懂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要写什么 这个就是 语言 明白吧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不管 我们现在看第一句 a young man sees the sunset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aroused him concludes that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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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首先 这个句子 a young man sees the sunset 第一句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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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express the emotion is a conclusion 那么这个句子 回来了 这个句子 同学们 这个句子呢 又又又又 又是 这个英国人呢 这种 他写语法 就是 首先啊 这是一句 限定句 对不对 a young man sees the sunset 这个是限定句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 病例呢 and 好 后面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aroused it aroused to him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呢 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形容词转语 unable是形容词 这个整个是一个形容词转语 做转语的 表示伴随的 对不对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aroused in him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个 that it aroused in him 这个呢 是什么 是定语重语 这个that是指这个emotion 对不对 the emotion it aroused in him 这个 这个it是指那个sunset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定语重语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呢 是形容词转语 就是这个 young man 对不对 这个young man unable to understand or to express the emotion that it aroused in him 那么问题来了 后面这个是concludes 这个是未语动词 对不对 那么这谁concludes 这个是这个young man concludes 对不对 这个young man是主语的 那么应该是 对不对 这个young man呢 那么好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啊 明白了 这这么来的 这个句子啊 这个句子有有有有 有蛮搞的 首先主语是young man 对不对 这个young man是主语啊 那么他的位语啊 位语是两个病例的啊 一个不位语病例的位语 是一个位语啊 然后呢 第二个位语啊 跟第一个位语用一个按照病例的 那么第二个位语是什么 concludes 怎么样了 啊 明白吗 这个我说过来 我没搞清楚啊 这个文章就是说 主语是young man 两个位语病例的 一个是西式上语 另外一个是concludes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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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concludes的后面 后面这个是定义 呃 病语重句 对不对 concludes that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that lies beyond 这个 这个是concludes的病语 这个病语重句 这个没问题啊 concludes 那么我们看concludes that it must be the gateway to a world 这里呢 还有一个定义重句 that lies beyond 这个 that lies beyond 是修设这个word的 对不对 定义重句啊 好 那么 这第一句就上来 就满满满满满困难了 我猜一点 猜一点就没办法解释 就是清楚啊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of us in the movements of intense experience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in some way higher 好 那么这个句子也有长了 好 那么 首先啊 这个it 这个it是个形式主义 对不对 这个形式主义 那么它的真正的主义是什么 真正的主义是这个不定是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呢 是真正的主义 明白吗 这个真正的主义 那么这个是不定是做主义的 那么这个不定是到什么 就是我们等一会再看啊 因为我们现在暂且就 把这个不定是从这个 这个地方一直到最后 对不对 就当 现在就当它 我们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变化 因为这个分析 要这么来的啊 那么这个呢 resist the suggestion is difficult 对不对 就是resist the suggestion 什么suggestion 这个玩意呢是difficult 这个是difficult的 好 那么这个for for any of us in the moment of 这个呢是什么 这个呢是不定是的主义 以for 借词负引导的 对不对 这个不定是 就是any of us in the moment of 这个是一个借词 这个不定是的主义的啊 for any of the moments of intense excessive feeling to resist the suggestion 好 那么后面 我们看 这个suggestio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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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uggestion 后面的这个that 这个呢是一个同位语重句 对不对 这个是suggestion的同位语 这个that重句啊 后面这个that重句啊 是suggestion的同位语 对吧 什么suggestion啊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of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different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句同位语重句里面啊 同位语重句里面啊 we are that we are catching a glimpse glimpse of light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is of existence different and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 sensitive movie in some way higher 啊 这个 这个到最后呢 这个是一个定义重句啊 这个定义重句呢 是修着那个 那个 light的 那个光啊 light 那个light that the ligh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啊 那么 那么好 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整个是一个定义重句的 那么 这个定义重句里面呢 that shines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好 那么后面这个 different and because 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啊 我们看啊 from a different realm 然后呢 这个different 这个是修是什么的 这个different and because in some way higher 这个呢 是什么 一个形容词之主啊 这个只不过是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之主啊 是补充说明这个different realm啊 different realm的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different realm 然后呢 是different的 这个different的后面呢 and 这个并列的 跟什么并列的 跟这个higher并列的 等于说是different and higher 明白吗 它是跟higher明白 higher并列的 然后呢 这个呢 这里呢 这里呢 还有一句 原因状语数据 啊 还有一句 就是说different and because 这个原因状语数据呢 是并列的第二个成分里面的一个原因状语数据 因为呢 它有一个原因的 different and higher 为什么 它是in some way higher 因为 because the experience is intensely moving so in some way it is higher different and higher 啊 明白吗 这个realm 就是down to from a different realm 这个different realm 那个那个 这个realm 那么现在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realm of existence 就是说那个light coming down to us from a different realm of existence 这个realm of existence is different and higher 这比我们高的 另外的世界 另外的一个世界 要比我们高 这个世界要比我们高 不仅不一样 而且呢 要比我们高 明白吗 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那么 看下去啊 and tho the gleams behind blind and dazzle yet do they convey a hint of beauty and surrender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or imagined 好 那么 最一句啊 最一句是一句 问句啊 明白吗 yet do they convey a hint of beauty and surrender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or imagined 那么问题在这里啊 明白吗 这句问句啊 他没有用问号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 又有点搞糊涂了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他不用问号 你说 一定说不可以吧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呢 有可能是打印错误 啊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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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以后呢 有空呢 去研究一下 去找找其他的那个课文来源 啊 去证实一下 他这里啊 这个imagine的后面啊 是不是有 是问号 啊 那我现在就不改他了 好不好 这里应该是一个问号 因为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啊 好 那么 我们看一下 看 首先一个and and是连接的 这个我们不管他 后面呢 Though the gleams blind and dazzle 那这一句啊 这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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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er than we have known or imagined 对不对啊 这个是比较 对啊 好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个是问句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好 那么 Greater to than we can describe 那么 那么这个呢 是接下去补充的 就是 Greater than we known or imagined 或者是怎么 Greater to 还是还有一个 Greater Greater than we can describe 啊 就是说 好 那么后面这个 For 这个呢 是一个原因状语重句啊 以For引导的原因状语重句 那么这个状语啊 它这里呢 就是作为一句句子啊 在封号后面 就写上了 那么这个是原因啊 For language 它是因为啊 因为那个language啊 后面是 which was invented to commend the meanings of this world 这个呢 它是一句非线定的定义重句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非线定 修设这个language的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说 它前面说了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 是不是Greater than we can describe 或者Greater we don't know 然后呢 它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 describe 因为啊 For language which was invented to convince the meaning of this world 它的language怎么样 Cannot really be fitted to the uses of another 看到没有啊 那么 Cannot be Cannot readily be fitted to the 这个是一个原因 壮语重句 原因壮语重句 那里面呢 有个定义重句 在里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下去啊 That all great art has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那这句句子呢 大家知道了 这里啊 That all great art has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这个是主语啊 这个是一个主语重句啊 那么这句句子呢 它就写的比较正规了 对不对 它是主语重句呢 只放在开头的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呢 要用that 剧手句就要用that 这个that不能省的啊 这个that一省掉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句句这是主语重句了 明白吗 因为你还以为这个是主句了 不是重句了 那么这个标志就很明显了 That all great art has it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然后呢 位语是什么 is undeniable 那么这个是主语重句啊 然后后面看 in some moods nature shares it 这句简单句啊 in some moods nature shares it 那么 后面是 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a bluer ah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not a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a vision which past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indefinable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indefinable indefinable longing and regret 对不对 那么这句啊 首先来看 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a bluer 那么首先这句啊 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这里呢 有一个so that的结果啊 如此的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a bluer 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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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句 对不对 那么后面呢 跟他并列的是第二句 他用了斗话啊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not a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啊 那么 这个呢是第二个 no sunset so beautiful 啊 那么这个这个第二句呢 等于说呢 他省掉了there is啊 这是一句省略句啊 这个一句是 他等于说 前面呢 there is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not a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啊 明白吗 那么这里呢 也同样有一个 他用了一个so so that的结果啊 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好 那么我们来看后面这个 a vision which passes before it is falling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indefinable longing and regret 啊 这个啊 这个呢就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一个名词端语 就是a vision啊 他前面说了一个 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然后呢 后面呢 他就进一步说明这个vision了 a vision啊 这个waken the vision 它是这个waken啊 这里啊 这个waken啊 等于说呢 是这个waken的同位于 它是解释 就进一步说明这个w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然后呢 他补充认为a vision 然后后面这个啊 一直到最后啊 这是一句定义重句啊 就是修设这个waken的 什么 就是这个waken啊 which啊 这个waken怎么样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and in passing leaves in the indefinable longing and irregular 啊 明白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定义重句 修设这个waken的啊 等于说是一个great a vision of a great beauty 然后呢 a vision呢 它不定是一个great beauty 这个waken 而且呢 这个waken怎么样 它是进一步说明的啊 这个waken啊 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说同位于 你可以说壮语啊 都可以的 补充说明 进一步说明 这个waken怎么样 它呢 passes 怎么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时间状语重句 这个呢 是这个定义重句里面的 呃 时间状语重句 对不对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呢 这个定义重句里面 两个位于病例的 我们来看这个定义重句 这个定义重句里面 两个位于啊 是病例的 嗯 什么叫两个位于病呢 第一个位于病呢 第一个位于是什么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这个是一个位于 passes 这个注意是which 对不对 位于是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这个是一个位于 然后呢 它跟后面这个位于病例是 and in passing in passing啊 leaves an undefinable lying and regret 这是第二个位于 那么这里的动词是什么 是leaves啊 那么这两个动词是 一个是 它是一个动词是passes啊 passes这个动词啊 跟这个 leaves啊 这个这个这个限定动词啊 这两个病例的啊 等于说它是passes 这个vision啊 这个vision首先呢 它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然后呢 这个位于呢 怎么样 and in passing啊 它在passing的过程当中啊 它呢 leaves啊 这个位于啊 leaves an undefinable lying and regret 明白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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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意思大家去体会啊 那么这篇文章写的也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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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漂亮的啊 蛮漂亮 大家能体会啊 这个这个大家就说 你去看日出啊 你去看日路啊 怎么样啊 你去看大自然的东西啊 那蓝天的时候啊 你 他这里写的这个感觉 你会有的 你会有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这篇文章写的很漂亮的 也很深 也很深 那么现在我解释了 是蛮漂亮的 对不对 你就有这个感觉 明白吧 好 那么 后面我们看下去啊 but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life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 and the existence and the empty love of brain across the mystery 那么好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啊 我们先看到这里 因为后面一个封号 那么封号后面的病例的我们接下去看啊 但是这里面转折了啊 but 然后呢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life a vulgar flame admits the local radiance of the star and extends the empty love of brain across the heart 那么 那么就是什么 这里啊 整个这个是条件装运中去 但是呢 如果啊 啊 条件装运中去 这整个就是一个条件装运中去 那么这个条件装运中去里面呢 有好几句 有几句句是并列的啊 首先呢 这个条件呢 第一句呢 是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啊 这是一个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 life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这个啊 这是第二句啊 这是第二句啊 这个是一幅重剧里面的第二句句子啊 但是这个第二句啊 省略句啊 因为这第一句句子啊 就第一句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这个是一句限定句 对不对 但是这第二句没有动词的 看得没有啊 啊 life is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省略句怎么个还原法 这个省略句是这样的 if life is not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明白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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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大家要要明白啊 这个 这个大家要要要明白 这个省略的啊 第一句句子是省略的 省略了什么 而且省略了 它是不仅就 它是省略的 否定也省略了 因为它 你要根据这个省略 你要根据它第一句句子来的 第一句句子是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 if life is not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 existence 然后呢 第二句 然后呢 它跟第三句是平立的 那么第三句是什么 existence and emptiness across the mystery 这第三句啊 又是一句省略句 跟第二句一样的 类似的 也是省略句 它怎么个省略的话 if existence is not an empty love brain across the mystery 明白吗 这个文章就漂亮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看懂这个文章 要有一点功夫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把否定也一起省掉了 好 继续 那么后面并列了 它第二个一幅来了 它用了这个 第一个一幅里面 它已经用了三句话并列了 对不对 条件句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它又来了 一幅了 还有一幅啊 所以这个一幅很多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第二个一幅 到这里啊 到这里啊 这个第二个一幅啊 第二个条件 装语充俊 然后呢 它这个条件装语充俊 它把它作为一个句子来的 这里 同学们 从这里看 这种正宗啊 平时啊 平时啊 增刀增枪 写文章的人啊 他这个句子啊 到底是怎么封界的 他不管的啊 他想到怎么写 觉得比较好 就怎么写 因为这里呢 是并列的 用他用一个封号 第一个一幅啊 三个一幅啊 这个这个 跟第二个一幅啊 是并列的 他用了封号 就可以了嘛 所以他这个一幅 是一句什么 什么条件装语充俊 他不管的啊 怎么说重句 还是主句啊 他不管是重句 就是主句 就是有这么一句句子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这么写了 啊 明白吗 大家明白这个啊 你从正规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语法书来说 这种好像不太符合语法 但是实际上面 许文章就是这么写的 明白吗 大家要体会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看第二个if if these intermations of is something beyond 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or whimsies send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这个if就是一个了 一句句子的 if 如果啊 if these intermations of something behind 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or humor 然后 然后这个 born of indigestion 那么 哦 说 sorry 这个呢 就是什么 are not evil humor 呃 啊 这个 这个 这句句子啊 这句条件句啊 如果啊 this intermations of something beyond 这个是主语 对不对 好 那个 卫语是什么 are not 对不对 好 那么are not 什么 那么 首先第一个 这个里面啊 卫语啊 卫语后面的那个表语啊 有两个并列的啊 首先第一个是are not 什么 首先第一个not 是什么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这个是are not 等于说are not evil 第二个跟他并列的呢 是一个表语呢 whims i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啊 明白吗 第二个呢 是are not if the intermations are not whims is whims i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啊 明白吗 这里呢 有两个呢 是形容词啊 sorry 是那个名词词主的病例 啊 第一个名词词主呢 是evil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这个是一个名词词主啊 做表语的 在鼻动词后面 这个做表语的 对不对 这个一个名词词主 和第二个名词词主 whims i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这个呢 是第二个名词词主 对不对 这两个名词词主呢 用了一个or 把它连续 那么 并列起来 那么什么意思 if this intermission are not evil humans born of indigestion are not whimsies or are not whimsie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明白吗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 born of indigestion 这个是一个过去 分次短语 这个是修设 humor的 这个后面 这个 sent by 这个也是一个 过去分次短语 sent这个过去分次 就修设这个whimsies whimsies whimsie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对不对 后面这个是 这个是不定词 对不对 好 那么 大家明白了 这个是对称的 就是说 两个过去分次短语 修设这个名词制度 whimsies 修设这个humor 他等于说呢 他就说 这种intimation 既不是那个 evil humor 如果 他既不是evil humor 也不是什么 whimsies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and madness 等于说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 好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如果 if 第三个 if if in the worl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好 那么第三个 if 如果啊 如果啊 in the worl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那么这个条件句 首先这个条件句 if in the world sorry 不是in the world 不是in the world 这里啊 我看错了 in the world 所以我就觉得这句句子好像有点不好理解 明白 好 那么 首先呢 if in the worl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就是说 这个是条件状语中句 对吧 if in the world 简单来说 总结一下 一句话 一句话 beauty means something 如果啊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但是呢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那么就说 简单一句话 如果啊 如果这个beauty means something 但是啊 we must not 那么这里啊 we must not 这里他用了一个形态动词 must not 明白吗 这个must not这里的意思 就就 每个人 这篇文章 这个形态动词 这个理解啊 是很关键的啊 等于说 我们不应该啊 不能啊 我们不 不能啊 we must not seek if in the worl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但是呢 we yet 我们不能啊 seek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我们不能去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看下去啊 这里的 这个must not 到现在 我都不太明白 他 这里为什么用must not must not 是一个 因为 因为他说 in the world 这个beauty啊 如果beauty means something的话 但是呢 他说我们不应该去 寻找 这个 这个 他的meaning的 啊 希望去解释 他的meaning的 好 那么 那为什么 我们看下去啊 这这这这 后面 后面就难得来了 难度来了 因为后面他总结了 对不对 好 那么 后面还有一个一句啊 if we glaims the unautable it is unwise to try to art it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p 这这句句是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 我们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这个meaning 那么来了 那么这句也是一句条件句啊 if we glaims the unautable 如果呢 我们看到了那个 无语的东西了 没法表达的东西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 我们看到了那个 没法表达出来的东西啊 那么怎么样 it is unwise to try to art it 对不对 那你就 不是meaning 你想要去表达它 那是不明智的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意思 你明明看到了一个东西 你已经知道了 你这个东西 你是没法表达出来的 但是呢 你还要去 试着去表达它 那就肯定是不明智的嘛 因为 因为结果你是 永远表达不清楚的 这个大家 must not make sense 对不对 所以他说 it is unwise to try to art it 后面呢 他是病例的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p 看到没有 这个句子呢 就是law打头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 他用道章的 这是道章句 对不对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 这个that分句 invest that that we invest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sify 那么 那么 we think inve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invest 那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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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句句子 这句句子 有难度的 同学们 这句句子 有难度的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这个invest 动词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个呢 是一个 inve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是一个 借词 短语 对不对 invest 实际上呢 他这里呢 invest that with the significance 那么 就是说 那么 这个里面的 that 朋友们 这个里面的 that 是指 那个什么 是指 那个 the unlottable 我们 看到的 那个 we claim 这个 that 这里的 that 这里的 that 不是一个 一个 重拒的 引导词 这里的 that 是指 这个 the unlottable 那个 我们没法 看到 我们看到的 那种 无法表达的 无法 形容的 东西 这个是 that 这个就是 这个 那么 我们呢 就是 他就说 we should not we should not seek to invest that 就是说 我们赋予 这种 无法表达的 东西 with significance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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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at 然后呢 这种 utter unlottable 这个 that 后面这个 定义 重拒 对不对 回去 we cannot grasp 这个呢 就是这个 that 等于说 这个 unlottable 这个东西 无法形容的 东西 我们是 没法理解的 we cannot grasp 我们没法理解 这个 that 大家明白 这个意思吧 等于说 我们呢 现在呢 看到了一种 unlottable的 东西 然后呢 我们呢 对于他呢 we cannot grasp 我们不明白 那个东西了 那么就是什么 我们就不应该怎么样 我们不应该就是赋予他什么 赋予这种东西啊 某种 好像是有一种意思啊 他里面有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面 你根本就不懂啊 你想赋予他什么意思啊 这真是 nonsense啊 明白吗 啊 多到大家 这一棵妙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呢 关键这个 that 这个that 是指那个 the unlottable 这个unlottable 那么后面这个呢 定义重拒呢 是就是这个 that的 we cannot grasp 这个东西 我们说 we cannot grasp 好 那么最后一句来了 beauty in terms of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那么 这句就是简单句啊 最后一句是 这一颗课文 最后一句是最简单的 啊 明白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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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呢 好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我们 我们人类的这个思维啊 往往呢 就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啊 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啊 到最后啊 得到的决论 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啊 明白吗 那么这篇文章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就是说他最后一句话 这个等于说是结论啊 beauty in terms of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啊 meaningless啊 对不对 那么 这句是总结性的 对不对 beauty in terms of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这个是一句总结的 啊 明白吗 他前面的讲的话都是很复杂的 我们都很难理解那些话的 但是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啊 这句话非常简单 啊 明白 但是呢 这句话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句话 你如果不看前面的东西啊 你很难理解的 你看了前面的东西啊 你就理解这个beauty in terms of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啊 那么你就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这篇文章就写的精彩了 啊 那么这个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什么 这个有点类似什么 类似那个那个 爱因斯坦的那个物理啊 那个相对论啊 相对论里面 那个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mc平方啊 叫一等mc平方 对不对 我就觉得好像有 有那么一点共性在里面啊 为什么 首先这个因素的这个相对理是非常复杂 它的理论是非常复杂的 对不对 但是它最后得到的决论啊 那个方程啊 那么的简单啊 一等mc平方啊 就就就就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里呢 这个文章呢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还是说我们这个人类啊 我们这个宇宙啊 好像本身就有那么一种机制在里面 就像这篇文章说的 有一些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在运作 我不知道 但是你同学们 多了这篇文章 你们是不是 你们比较一下 跟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 对不对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跟这个是不是有一种 可以比较的类似的一种一种东西啊 对不对 这篇文章也是的 开始的时候讲的都很复杂的东西 是哲学上面的理念 对不对 也很难懂的 但是到最后呢 他最后一句话呢 是非常简单的 Beauty in terms of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就这么简单 那么你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 同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那个理论 我们根本就不懂 对不对 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 E等于mc平方 就这么简单 啊 明白吗 那么这个是不是巧合啊 啊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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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巧合啊 我不知道 哎呀 有这个东西呢 我就 这个问题啊 我就留给同学们去思考了 啊 那么那么 这个就是 这篇文章啊 我读到现在 所以是比较比较精彩的 这个Beauty啊 我们讲到Beauty的东西啊 这个是比较精彩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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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是哲学理念啊 哲学理念啊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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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东西是 这篇文章是以索义生的那种什么 索义生的那种叫阳春白雪级别的啊 这个是阳春白雪啊 啊 明白吗 也也不适合很好理解的啊 这篇文章 我觉得好像心肝念语 第四次啊 第四次读到现在啊 这篇文章现在目前看来是少数 就是我觉得是 心肝念语这么说啊 第四次啊 里面的文章都很精彩啊 我是这么个观点 都很精彩 但是呢 有少数几篇文章呢 是非常的精彩 啊 那么这篇文章啊 29个这个Beauty啊 那么这个二十九课 同学们如果是新版的那个新概念语 他不一定是二十九课 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叫表题 然后这个文章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么这篇文章 是那个第四车里面 少数有几篇是非常精彩的文章之中的一篇 这个文章有味道 有味道 那么好 今天这一课 我念这种文章 我就感到特别的兴奋 我就感觉到特别的 也同时我也感觉到很幸福 为什么你要知道 所以说我这里要我再多讲一句 就是那个中国那个古人 那个读书人 那个时候考那个什么状元的 对不对 中国古代 那个读书人 好像有一句古话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句话说什么 说那个书中 自有黄金屋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体会出了 这个书中 什么叫书中 自有黄金屋 明白吗 这个意思就很深 就说我读到这篇文章 我就感到一种 首先第一个很激动 然后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 为什么我感到很幸福 因为我就觉得我能 我能体会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写的东西能够给引起我的共鸣 我就能体会到一种 一种美妙 你知道吗 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是无法形容的 就像这个作者想的一样 这个东西是无法形容的 当你能够体会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有一种无比 你就感觉到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味道 你知道吗 你都感觉到很 你这个心情啊 你不能用快乐来比喻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快乐 就是一种幸福啊 明白吗 那么我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 就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明白吗 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呢 等于说呢你这个太熟气了一点 等于说你是黄金的 我觉得那个中国的那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熟气 这个里面你体会到的东西啊 是无与能比的美妙啊 明白吗 那么我现在呢跟同学们呢分享 希望同学们呢念到这种文章的时候啊 也会有这种共鸣啊 这种好文章啊 也会有这种共鸣啊 就是说你觉得太美了 太美了 那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的 那明白吗 这个非常幸福的 这个非常幸福的 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也感到 我非常幸运啊 我非常幸运 幸运在什么地方 我能品尝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明白吗 非常的幸运啊 说实话 像这种东西啊 并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品尝的 同学们对不对 所以呢 同学们平时啊学英语啊 有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吸气 要坚持 当你呢就是说努力啊 你的坚持的努力啊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啊 有回报的 啊 同学们你知道吗 你是有回报的 而且这种回报啊 是相当的可观 就是说这种是无法形容的 无法衡量的这种回报 他给你的回报是什么 他让你读到一种语言里面的 无法形容的东西啊 给你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感觉 啊 明白吗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你能够体会到这种东西啊 那么 这个就是啊 你你你给你的回报 所以呢 你读英语的时候碰到困难 千万不要吸气啊 要努力的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啊 而且这种回报啊 根本就是无法形容的 就像英文这篇课文里面说的 这个叫unutterable啊 这个东西是无法说出来的 说不出来的东西啊 这种幸福感啊 明白啊 那么今天这一课啊 我多说了一点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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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